好 哈喽小伙伴又到了大片坊给大家去讲这个拆解要点的时候了 那我们今天的这台车呢就是爱安的LX 就是这台爱安广汽的爱安的电动车的这样一个拆解情况 相信小伙伴也都看到相信视频啊 其实这车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拆解过程呢就是不是那么顺利的 好那具体为什么不顺利呢 请大片坊看过来啊 首先跟大家去说一下前杠嘛 前杠相对而言是比较简单的 跟后杠相比啊 前杠真的是太简单了 但是有几个相应注意的事项 首先是边上的卡扣 这个顶端的卡扣是比较脆的 所以说拆掉小心一点 你看我们那个就没拆好给拆坏了 然后下面呢是有一个有接相应螺丝 跟大家去说一下 侧边这块是有螺丝的 一颗螺丝两颗螺丝 其实下面这个螺丝啊 下面这个无所谓啊 下面这个不需要拆 因为我们在拆的时候不知道 但是上面这边 上面这颗螺丝是一定要拆的 然后记住 这边是有一个螺丝 在这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有一颗固定螺丝 是要拆的 也就是侧边的话呢 是需要拆两颗螺丝的 上面的话呢 就是比较常规啊 上面有一些相应的螺丝卡扣 下面有一些相应的螺丝卡扣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 就是它前面这个探头 这个探头呢 其实后面是有一个这种 这种卡子吧 但是实际的 实际上来说 这个卡子你现在是很难去拆下去的 所以说呢我们到最后还是确定 把这个探头给拆了就行了 所以说呢如果说 小伙伴要去前面想自己去 DIY个什么玩意的话呢 想拆的话呢 记住啊就是不要去努力 试图努力去拆这卡扣了 这个卡 这个这插锹是非常非常的紧 而且它的位置特别的不好 所以说建议啊 直接把这个拆就行了 行吧 这就是前面的情况啊 非常非常的简单 去呢去噩梦的时候到了 现在去后面看一下 好后面呢你是如果说 想拆后杠的话 记住一定要拆更 一定要拆灯 但是这个灯是特别的不好拆 给大家去展示一下啊 首先给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灯的 它的一些螺丝的位置 灯是有三颗螺丝 你看啊 大家有看到有三颗螺丝 然后呢它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啊 就是千万大家呢 就说不要去盲目的去往下拆 尤其是它下面这一块 大家看啊 下面这块呢 它其实是有一颗螺丝的 就是说必须要拆灯 但是拆灯真的是比较困难的 是因为你要是想把灯拆下来 是必须要拆掉这个相应的试板 是因为这个试板的后面 并没有相应的开口 去拆螺丝 当然呢对于这个灯而言 它是一个RE大灯啊 它没有想过让你去更换灯泡 但是有没有试想过 有没有想过后期的维修人员 他可能会拆灯去拆后杠的 如果想拆灯的话 必须啊 大家看啊 这个板抬起来 把后面东西去掉 然后把相应的 这个下面是有几颗螺丝的 一二三四 四颗螺丝拆掉以后 通过这里面 大家看到这里面 然后去拆灯的螺丝 那大家看到里面还是有相应的吸引棉的 这边也同样是需要用这种完全把后面的拆开的方式才能去拆灯 拆完灯以后才能去拆盖 简单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麻烦 当时拆完盖以后呢 我们又发现一个特别崩溃痛苦的事情 是因为它这边这个总线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什么样的 就是它这个总线又是完全都在上面 但是我们实在是不想拆了 然后通过里面找了两个插头给拆下来的 这也是设计的非常不友好的一点 按理来说它的这个插头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简单的就是通过里面的形式 里面然后把这个给拆开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小皮碗 小皮碗的位置是在这里面 然后往下撬的时候稍微的注意一下 我第一次撬的时候呢就是不明真相啊 就是使劲撬 撬这塑料撬半天不是 不是这样的就是仅仅是那个小皮碗 往下一拨就可以了啊 这块呢还是要注意一点的 行吧这就是后杠的情况 当然呢如果还是怕小DIY小伙伴呢 可能啊没有什么DIY小伙伴 如果说有事维修的那些小哥哥们 如果说呢你们想去拆的话啊 这个希望能给你们这样点出一条明路来是 必须要这么拆 好这就是后杠的情况 咱们现在呢去后面看一下 OK好来说一下前后门啊 前后门呢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常规的 给大家去看一下螺丝的位置 首先这边有一颗螺丝 然后下面有一颗螺丝 然后下面就没有螺丝了 然后甚至呢都是一些卡扣啊 直接往下一拆就行了 后门呢也是也是如此 一颗螺丝两颗螺丝那门里边呢也是这种形化啊 这个门是比较简单的 当然了小伙伴想DIY的话啊可以把这个撕下来以后 提提指针板啊 提提隔音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OK好吧这就是这个车我们在拆解过程中呢遇到的一些问题 当然了也就刚才说了啊就相信这个拆解过程呢的确是不太容易 当然也可能没有太多小伙伴呢 可能有前后杠的这种DIY的需求 当然我四门可能会多一些啊 这个车呢如果说你拆四门的话是很简单的 但是前后杠的还是有困难的 还是这句话希望能给那些需要去拆这辆车的小伙伴呢 去点出一条明路啊 是因为我们跟坑已经都趟完了 就像今天呢这辆车的拆解交接这个就跟大家聊到这 那我们下个时候再见拜拜